接下来要上场的议员是向左 加油 来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我没有什么预想 我希望的是有真实的声音 给到我去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向左 哎呀 你熟啊 我不熟啊 不你不是拍过 没有他跟我不熟 他跟你不熟 来了 大家好 也很多前辈在这里 好久不见 你们好 我叫向左 大家可能印象中 我还是一个 会打两下的一个二代 我身上有很多的光环 我是谁谁谁老公 我是谁谁谁的儿子 或者我是谁谁谁的徒弟 但我希望大家认识的是 演员向左 好 曾经参与过这些电影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里面可能只有几秒钟 这个是一分钟 这个是我主演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真不好意思 如果拍不好你跟你爸妈不好交代 好 那我走 不好意思 要不就是说 这部戏可能没有打 跟你没什么关系 走 从我十八岁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个人 给我一个空间去演戏 真的包括中国香港 全部的导演跟制片人 真的 所以 我根本觉得自己是真的 像一个废人一样 我根本不知道明天能干嘛 我没有跟所有演员 在市场比拼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会选择去练功夫 然后我父亲也是个练武之人 他是个武师 他也非常懂武功 所以我希望从他身上学到一身 好武功 所以 就闭关了七年 中间的过程大概就是 从体能功夫到表演 不等 十二到十小时坚持了七年 那那个时候七年是几岁到几岁 七年我是二十六岁到三十一岁二岁 这七年就是过同样的生活 一样的生活 手机都不看 哎呦 这个 继续 然后七年后 其实我拍了两部电影 也失败 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放弃过 今年我四十岁 我觉得 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的话 重新让大家去认识 演员向左 会表演 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去表演 演文戏给大家看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武打什么什么 是你想走的路吗 绝对是我想走的路 就是武打明星就是你想要的一个 是 是我想那有什么好遗憾呢 我没有遗憾 完全没有遗憾 所以 只是因为我亲眼看到比如连杰先生 曾子战先生 成龙大哥 他们都成功之后 为了想演戏 故意去拍一部文艺片 告诉大家 动作演员会演戏 我真的非常希望 动作演员是不是应该有机会 公平地在市场上 给所有导演跟制片人 去选文戏的机会 但是你刚才不是已经说 舞蹈明星是你的目标吗 所以你每一天的动态 每一个举动都是 一个舞蹈明星的一个范儿 人家怎么会想象 你有另外一个面给他们用呢 我是想 但是从来没有机会 这个是你 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 有的时候就是演员 可能你要主动地呈现一些特质 让导演看到 其实因为演戏我曾经 我不在一分钱流浪了半年 我都哪个国家我都不讲 就是我就在街头或者在一些 庙里面睡觉 我想体验生活 对 那些都是脱离生活的体验生活 这样说吧 我们电影就要给普通观众看的 还感动他们的 我们就要用他身边的人来感动他 要共鸣 我完全理解我的打扮 讲相可能跟很多人 就产生很大的距离 所以我其实想跟所有人拉近一点距离 哪怕不拉近距离 哪怕我多点细拍也挺好的 所以你要试试改变你的形象 在旺角 在某一个地方没人认得出是你 能困进去买东西 好 你想给大家展现一些 我们看不到你的那一面 你今天会自己有准备吗 还是 其实今天我带了一段片段 他整个剧叫 《莫萨特之史》 我想演一段 《莎莉亚里的独白》 其实《莎莉亚里》跟莫萨特的关系 就是《莎莉亚里》跟周瑜的关系 我这次演的是周瑜 好啊 来 我第一次感到 来个空虚 今天在某个旅馆 里面其中一个 只会有那些傻小的年轻 不是 你刚才演什么 《莎莉亚里》 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很熟识的一个段子 我跟你讲两句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既然不找我做大人 我就要陪伴你 就别说 我就 你像你爸爸说 我就为什么点了其他人 我就以后不看你生 就是这个感觉 来吧 来一次吧 好 现在可以麻烦给他安排一张椅子 你就你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我要好好看 我第一次感到空虚 今天在本城 某间旅馆里面 站在那里面傻小的年轻 他连手中的玩具都不用放下 他随意可以把一幅写在纸上 他将恶心拿他的作品 变得一文不正 谢谢 你才恶心拿的 你才恶心拿到自己的 你这一次我服务你的欲望 很多人一世都无同意足 但為何你也很趁意聽到 我又沒有多少收價 謝謝 你知道我有多久了 我只是想一切創作一幕的時候 我只是想聽到你的聲音 聽到三個字 莫得答答 好, 有今天起 我們是敵人 你和我 人家說不可以囚囊神